男人被推土积压在下面无法动弹 可让他更加绝望的是 驾驶员居然在旁边袖手旁观 就在刚刚 年纪轻轻的大爷只是拖欠了三年的房贷 银行经理一大早就找上了门 告诉大爷他们要收回房子 他们准备将这里拍卖掉 大爷准备把房子卖掉还他们的钱 但是经理表示他已经不是房主 无权处置这个房子 并且告诉大爷只要他交出钥匙 银行愿意补偿他50块的搬家费 如果大爷不同意的话 银行就将报警举报大爷非法入侵 然而大爷就是大爷 压根就不吃他这一套 他让经理赶紧友好的滚出去 无奈的经理有些无奈 拿起电话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结果电话才刚刚接通 大爷就开着推土机冲了过来 吓得接线员立马在评论区狂发狗头保护 只见大爷悠闲地拿起电话告诉接线员 不用叫警察了 直接安排救护车过来吧 救援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好在经理除了全身骨折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伤口 蓝翔毕业的黑妹赶紧把推土机抬高了起来 队友这才将经理给拽了出来 杀猪般的惨叫瞬间响吹云霄 很快经理就被送去了医院 大爷也被赶到的警察抓了起来 此时救护车上的经理还在不停地反思 自己是不是太冷血了 一大早就准备把大爷扫地出门 你们认为经理冷血吗 紧接着又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条中年男孩不小心掉下了山崖 更悲催的是 唯一救命的手机却掉在了山顶 就在他坐吃等死的时候 救援队竟然奇迹般地从天而降 好奇的男孩有些好奇 立马询问消防员是怎么找到他的 消防员告诉他真是太不容易了 由于你通话的时间不够长 所以没法定位到你的手机 好在看见了悬崖边的自拍杆 但是懵逼的男孩更加懵逼了 他告诉消防员自己在摔下来的时候 手机也不知道掉到哪了 自己根本就没打过报警电话 这让消防员们瞬间后背发凉 原来就在刚刚 接线员接到报警电话 男人登山的时候 两个不小心直接掉下了山崖 两条大长腿都摔断了 结果刚收了一个大概地址电话 突然就挂断了 救援队赶紧不慌不忙地来到了事发地点 仅仅找了三个多小时 他们就在悬崖边找到了一个自拍杆 队长立马安排队员穿好装备空降了下去 结果在悬崖下面 他们并没有发现报警者的踪迹 就在这时 粗心的消防员发现不远处 有一个登山者的骸骨 看样子已经死了好多年 骸骨的身边还有一个保存完好的手机 消防员开玩笑地说 莫非是鬼魂打的求救电话吗 这时不远处传来了呼救声 顺着声音他们很快找到了受伤的男孩 但是男孩表示手机掉在了山顶上 自己根本就没打过求救电话 消防员瞬间就露出了便秘的表情 事后他们调取了骸骨手机里的通话录音 接线员立马表示 听起来很像他昨天接到的那通电话 于是立马又调取了昨天的录音 结果诡异的是 录音里只有接线员的声音 并没有报警人的声音 这让几人瞬间面面相取 很快技术人员表示这是系统故障 很多来电都存在这种奇怪的静电干扰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你们相信是系统故障吗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千万不要随便参加印度人的婚礼 因为很可能吃息就变成了吃息 一群亲朋好友正在酒店里蹦来蹦去 结果下一秒 楼板瞬间就被踩出了一个小小的大门 不到三个小时 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 整个现场一片混乱 这一跳直接让几十个人去领了盒饭 这真是吃息连着吃息了 眼看着亲朋好友被一个接着一个的抬出去 伤心的新郎伤心极了 赶紧化杯痛为力量去寻找自己的老婆 消防员立马问他新娘长什么样 好方便他们一起寻找 结果新郎表示自己就牵了一下手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脸 人就掉了下去 幸运的是 不久新娘就被顺利地救了出来 但是好好的酒店为什么说他救他了呢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 队长从地上捡起了一块铁片 接着立马找到老板就要友好的教育他一顿 原来这个黑心老板为了省钱 不仅违规搭建了楼层 而且使用了劣质的钢筋和水 再加上那么大一群人蹦蹦跳跳 这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老板被怼的是哑口无言 好在消防员及时拉开了队长 否则老板免不了要被一顿爱的教育 这样黑心的老板就是欠收拾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